大伙加酱牛肉 大伙加油饼 好好吃哦 我跟你们说 我今天四点多就睡不着了 然后订了外卖 我们一起吃早点吧 这家啊 聚天元早点 它早上只开到昨晚半哦 想吃的 脚门附近 马家铺附近的小朋友可以点得到 我特别想吃这个 大伙加酱牛肉 还有这个 大伙加油饼 你知道就这个东西 你觉得它很黑暗 但是你但凡一吃上 你就会特别喜欢 它里面会加酸酸酸 我之前一直理解不了 为什么会有人爱吃这个 直到我吃了大概 两三次之后吧 巨爱吃 这个大伙是发面的 然后是那种椒盐味的吧 就是有点淡淡的咸味 尤其是咬到中间带咸菜的部分 特别好吃 然后它这酱牛肉也特别好吃 看看 颜色比较深的这种 就尤其这个酱汁 雾化了的那种感觉 很好吃 它这种酱牛肉是那种带汤汁 然后凉了之后会拧上 当你用这个热热的大伙 把它一加的时候 那个汤汁又会有点半融化的状态 好好吃哦 每回我一回南边住 一定要点这家早点 就是强忍着 比如9点多起床 也要点上最后一波 我觉得它开的还特别早 我今天4点多醒了之后 发现它已经开始卖了 给勤劳的人点赞 嗯 也差不多是不是 就是这种你能看到它有一点丝丝 但其实你吃起来一点都不差 这家好吃 我站在简直上吃吧 吃不吃吧 毕竟不是自己家房的 这个酱鸟肉单吃 味道是偏重的 但是加在大火烧里就正合适 这种大火烧 面的口感也是那种 筋度非常高的 很有弹性 咬着的时候 越嚼它越有那种面香味 还有豆腐脑 一大碗 卤是属于那种比较粘稠的 然后豆腐脑也是属于 稍微偏硬一点的这种 喝了嘴了 它这个很黏 那个卤 勾气勾的比较重一些 好多南方的小伙伴可能不理解我们 就是北方吃豆腐脑吃起来的 但是真的 你可以试试 就是咸香 粘稠 然后配上那个 滑了的豆腐脑 就那么一搅和 自己拉香 还有包子 包子也很好吃 一般清蒸的包子都是长成这样的 它不捏18个指 它是 就这样一挤 就给它捏成有点像大蒸饺似的感觉 汤汁 大肉丸子 汤汁已经把面皮浸透了 我跟你们说 就是沾着汤的包子皮是最好吃的 贼辣香 这是牛肉包子 牛肉大葱包子 馅很成团 掰都没掰开 鲜香 肉香 还有那个葱香味挺重的 然后外加上那个 就是那个葱花 跟里头还是有一点点脆感在的 就像打开 可以这么吃成的 这还可以由来吃到 北方参加的 超厉害的 员 林荒 不 均衡 不 友好 不 脆 优优 有 脖子 不 好了 然后那今天就录到这了 嗯 怎么说呢 最近的睡眠吧 要么就是睡不着 要么就是醒得早 不过醒得早总比睡不着强嘛 嗯 没准进去你们会有很多早点看哟 拜拜 你们如果起得早也记得 一定好好吃早点好吗 拜拜